哈囉各位MK系觀眾朋友大家好 最近過得好嗎 說實話在這個疫情時代 如果你能看到這個影片 表示還要好好的活著 在這個年代不管 對個人或是對企業來說 活著就是一種勝利 那我們先幫自己歡呼一下 好 活著 那既然活著咱們得想想 以後該怎麼活得更好 最近面對這個疫情我想 衝擊了很多產業 那好不容易等到最近 好像疫苗都出來 大家覺得未來一些曙光 那想必很多企業都要重新來 理定一個未來的策略 但我好奇想請問一下各位 那你未來策略理定是 按照過去就直接拍腦袋想一下說 過去怎麼做現在就繼續這樣做嗎 如果是的話 趁現在還來得及 一年才剛開始 請大家可以跟我一起來用今天 等一下要預計教各位的手法 就是情境分析式的策略規劃手 我們一起重新來想像一下 未來會怎麼樣發生改變 然後再來訂定我們策略 好這個方法呢 是我參考我們總經理2005年的情境分析 用back data一文所產生的架構 那我看那一篇文章之後呢 我依據那篇文章的方法 我把未來策略規劃用情境分析 來進行的架構分為下面六個步驟 首先呢第一步先跟各位講一下 事情的準備 由於面對疫情之後啊 各種東西都產生很多變化 包含消費者或是我們的顧客 甚至我們的供應商和夥伴等等 那所以呢我們必須 先重新來看一下 我們企業的主要營業氛圍 以及營業情境到底產生什麼改變 所以呢你要先決定好 我這次策略聚焦聚焦在哪裡 然後呢選擇 對這些環境看的比較多人 或理解比較多人 來參加這一次的策略活動 一般來講我會建議是企業的高層 帶著面對一線的二層主管來做 當然如果你企業比較小 沒有所謂的二層主管的話 就是由企業主帶領等連同伴進行來做 先做好事前準備 簡單而言事前準備兩個要決 第一個找對營業現場 或是你業務主要情境截圖的人 第二個對決策有決定權的人 這兩種人來做事前準備 好那進入正式開始的第一個步驟呢 我們就是稱之為當下情境的釐清 其實這個步驟說穿呢 就是你先從根據過去的經驗 比如說你業務過去是怎麼運作的 然後你想想看觀察疫情這一段時間 我們的顧客我們的行為和我們商品的行銷 或是業務的服務提供 到底產生了哪些改變 然後這些改變是在什麼環境下 因為第一步就叫情境分析嘛 所以搞清楚環境 搞清楚這個環境中的人事物的關係 是這個關鍵點 那本部分呢建議是什麼 建議就是大老闆先不要接觸 先由什麼先由第一線那些對業務比較多的人 來進行描述 然後呢在論述過程中 如果有不詳細或是關係理不清楚 這時候高層主管再來把這些關係理清楚 務必確保所有參與策略規劃的人員 都知道說我們在這一年中 產生的情境變化是基於什麼樣的邏輯 基於什麼的運作原理來產生這些變動 好這樣第一步驟就是把情境都理清楚之後呢 我們要進入接下來一個步驟 第三和第四步是同時來展開的 它是兩個平行線 我們先來說三好了 因為接下來就是外部和內部變化 到底是由什麼樣來改變 所以三我們先來看看外部 外部呢就是指 當下我們上一節都所分析的情境中 造成這些情境分析改變的趨力 趨力是什麼事情來迫使它產生不同的結果 那你可以根據什麼過去業務的經驗來看 那這時候呢你又可以把它分為說 這些趨力是外部影響到內部 或是內部因應外部來產生反應 比如說好了我們這個趨力的話呢 我們剛才說的外部影響到內部是屬於什麼 屬於不可控的比如大家最常遭遇到疫情 疫情這一連串好大家都沒辦法控制疫情 也沒辦法不發生 好所以疫情產生的種種造成你營業改變 或是服務改變的東西就是成為外部趨力 那內部呢內部是其實不管跟疫情無關 是你這一段時間比如說因為疫情影響 間接的讓你工作更多了 那工作更多的時候裡面的人就怎麼樣 那因為業務量更大就產生了各種員工抱怨 員工不滿那這是不可控的其實它是可控的喔 但是它是不是一個趨力對 它是因為外部趨力下造成什麼 內部影響的業務所以它也是一種內部趨力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所有趨力分為這兩種 那了解這兩種趨力的目的在於 釐清我未來關鍵點不在於了解現在 我們是要推論未來嘛 所以我們要搞清楚未來到底有哪些力量 會造成我們策略發展一定要受它的潛制 一定要這樣一定要這樣來思考 所以這個就是第三步驟 搞清楚未來會影響我們策略規劃 造成我們業務變動的外部趨力 我們把它稱之為分析情境趨力 好第四步驟我把它稱之為決定關鍵要素 其實這個步驟呢就是在剛才說了 第三步驟講外面 第四步驟是把內部的業務重新怎麼樣 聚焦為幾個重要的運作要素 舉例來說好了 如果我是辦教育訓練的 那我的教育訓練課程 不管有沒有疫情影響 我決定我教育訓練幾個關鍵要素是什麼 第一個講師 第二個課程設計服務的需求 第三個我怎麼招生 所以我就把我的業務變成這幾個什麼 比較關鍵的 足以影響用簡單用這幾個 描述業務推動的要素 那通常建議是二在兩個要素之間 特別注意一下既然是關鍵要素 它一定和什麼 和前面所提的趨力一定有相互影響 這樣子邏輯上才會合 因為外面的趨力影響這內部要素 導致於你所有的業務推動產生的變化 如果你分析出來的要素 一點都不受外部趨力影響 那很顯然的 你找錯的要素 它不是一個內部的關鍵要素 因為它跟外面無關 你以後策略國家根本不用考量它 所以記住第四個步驟就是 把你現在要探討的主要業務發展 聚焦成每一個業務或每一個策略方向 都有二到三個關鍵的那個因素要點 好接下來就是第五步驟 也就是這個方法最關鍵的一個步驟 各位我們前面有提拍腦袋決定 和我們用這個方法決定 來做策略規劃的不同差在哪裡 拍腦袋就是大概大概 人家人家我大概會知道這樣子 那我們既然用這個方法 我們就希望能比較精準的來預測 所以第五步驟就是把三和四的變數 來做一個交互的計算 計算什麼 第三這種情境趨力所可能造成 第四這個步驟各個要素的各種變化的量 所以我們四的一個這些關鍵要素呢 在未來的情境中可能受到三這些情境趨力影響 產生各種不同等級的變化 那為了方便各位思考 我建議各位可以把那種變化的強度分為1到10級 也可以把趨力的強度分為1到10級 積極的趨力下去會造成多少個內部要素的變化 舉例來說剛才我們說教育訓練嘛 我假設我如果把疫情嚴重程度分為1到10級 然後呢如果疫情每多一個級 根據過去你所收集的資料 喔他怎麼樣 他可能會讓我的業務的收入降低10萬塊錢 那這樣就很客觀了 那另一個方向你也可以用新技術來預估 比如說現在過去市場上沒有智慧化應用技術的採用 那如果我把這個智慧化技術加到我的未來的服務中去 因為疫情後面人工減少所以大家可能要智慧服務 那我去收集一下市場資料我就發現 喔有智慧化服務的幫你做IT的這種東西 報價平均多百分之15% 那這樣子的話把各種趨力和變數都加以量化到估計 你就可以知道我們將未來各個不同情境下 各種不同的變動情境中我會帶來哪些不同程度量的影響 這樣子呢你才可以準確什麼 預估我這個策略執行下去之後會牽涉到我所要投入成本 牽涉到我的預期效益 甚至牽涉到我客戶的變動 供應鏈的那些庫存倉儲等等一連串的所有東西 所以在這個階段呢 如果你能把上面3和4的兩個要素 預估的越準確或是更把它切分的 啃涼更準確 那就效益就會越大 然後最後呢這邊還沒完喔 我們做完之後 策略畢竟要丟到現實情境中去 所以呢你先必須擬定什麼 叫做理想情境的劇本 所謂策略規劃者一定從現在出發來看未來對不對 所以當下我們企業處於可能疫情受控我們發展有限 但是你要想像啊 我有經過我哪些努力 我可以哪些採用手法 包含我前面那些種種要素 你前面理當會出現各種不同的劇文 包含最悲觀預測中度預測最樂觀預測等等 那你去想想看嘛 我的策略要怎麼樣 做各種努力 讓它往什麼最樂觀的方向發展 但是有些不可控部分對不對 所以一方面你也要預測什麼 如果真的不可控情境的話 外力影響的話 我的最悲觀預測會是哪些 然後就這些不同的劇本 提出你該有的準備 把這些劇本的實施操作方式呢 也就是什麼 也就是你未來所要採取的策略路 好說到這邊 希望對今天提的這個方法呢 對各位策略國外有幫助 那如果你現在的策略國外 發現你還講不清楚 你沒辦法去想像說 你的以後的企業業務 是在一個怎麼樣的傾向推動的話 那真誠的建議各位 你一定要採用這個方法 來試試看 你一定要很清楚未來是什麼樣子 俗話說的好 只有想不到沒有做不到 如果你之前連策略行都想不到的話 那就不要跟我說 你以後的策略有達成的可能性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 你策略達成之後是什麼樣子 你也不知道怎麼樣來判斷 我的策略已經達成 好啦 一年的開始 希望一切安好 希望大家平安度過疫情 也希望下半年 真的可以在疫情中 看見一片曙光 我們疫情之後見 掰掰